今天來到魔力優格,我是神戶 今天來到魔力優格,我是神戶 相信各位在看到我講話的前面已經有 已經有看到前面的一些小東西 就是今天的教學比較特別 今天呢,神戶是要採用一位朋友的影片裡面的人物來做教學 就是我把他裡面影片畫的人物用神戶的畫風表現出來 然後呢,教導大家可以如何改進 可以如何畫出比較好的人物還有配色 好了 那,這位朋友呢,他叫望月優也 他是從很久很久以前在神戶還沒有破一百人的時候 就在關注神戶的一位朋友 所以,他以前前幾個月 有跟我介紹了這一部他的這部繪畫影片 所以,我今天就要來用他的影片來做教學 對,就是這樣 所以今天的教學沒有什麼特別的題目 就是只是,對,就只是教大家畫畫還有配色 好,那大家應該有看過 沒有看過也沒關係,我先點出來 這張是,望月優也他的作品 然後,神戶將會用自己的畫風把它畫出來 然後,會有一點改變 後一節小改造 嗯,好了 那,我們就開始吧 這是神戶畫出來的 畫出來之後的樣子 現在這是線稿 然後,可以看到 跟剛剛,望月優也畫的地方 有一點點不太一樣 是,嗯,如果角度有些不太一樣的話 也就是不好意思 因為,就是沒辦法完全的整個複製過來 所以,嗯,就是這樣 好,那,手部的地方就是看一下 就是他,因為,嗯,因為神戶沒有穿過畢業的那種衣服 所以,不知道手手會不會露出來 不過,因為,想要表現出會有抓東西的感覺 因為你手上有抓的東西 所以呢,神戶就是把手部給畫了出來 這樣,就是比較清楚 他會做什麼 一直有奇怪的東西跑出來 好,那 嗯,差不多就是這樣 再看看一下 嗯,記憶力不太好 對,然後 他拿的這個東西是 像證書之類的 不過 嗯,為了加強一些他的感官性 所以,神戶把紙變成了 像,捲軸一點的東西 這樣,大家也比較看懂 也比較好交一點 因為,紙他,有很多色澤的變化 所以,交起來會比較,大家可能會比較看不懂 所以,神戶就先用,桶子來,交,嗯 嗯,好,那我們 一開始,就可以先,調出一個背景色 什麼,什麼顏色都可以 所以,就是單純的,只是想要讓,之後我們弄上去的顏色可以看起來比較清楚 好,然後 嗯,之後我們就可以開始先上皮膚 皮膚,就是我已經先把顏色,底色都上好了 這樣子可以節省一下時間 那我們就先把皮膚的塗層開 起來,還有嘴巴 之後,這裡會有一個 保護不透明度,這個地方 你只要把它點下去,他 呃,不是,就是這一個 在皮膚這一個,按點皮膚這個塗層 然後在這裡呢,點保護不透明度的話 之後,他就是會保護你上側的這個地方 他不會讓你塗到外面去 然後你也不用一直 一直用著旋曲 因為旋曲他不是會有那個 虛弦會一直在旁邊閃 可能有時候會看不清楚邊緣你有沒有做好 所以呢,就可以直接用保護不透明度呢 來保護你上色的這一層範圍 然後你就可以直接上色 然後 我直接講優也好了 優也他這個地方 他使用的比較偏黑 所以,可以塗黃,塗黑色的這個地方 這樣子會讓人的臉部看起來比較沒有 朝氣 所以,如果可以的話 而且是女孩子 女孩子通常都會希望 比較漂亮一點 所以呢,就盡量 神戶比較推薦 紅一點的顏色 然後大概在這裡,這個部分 就是 對,差不多在這個部分 不用太深 就是只要大概做出一下 有一點陰影就好了 然後呢 可以把筆刷調大一點 然後在這裡 在這個大概是陰影的地方 塗一下 嗯 差不多是這樣 然後呢 你可以用水彩筆或是模糊 水彩筆它可以讓你的顏色 就是融入其他的顏色裡面 然後模糊的話 它就是 它會把你的顏色 沖淡 就是 如果你想要做出比較有層次感的話 我覺得用水彩筆比較好 這次的教學 不知道會不會比較久一點 因為 每個 塗層的上色方法都要 都要教 所以 可能會 花了比較久一點點的時間喔 啊,嘴巴被塗到了 噢 嘴巴 之後 再說吧 好 差不多就是這個樣子 就是 讓它感覺有一點點 陰影的感覺 就是有點深色的感覺 之後你就可以再調深一點 大概 不要太深 差不多就在 這個部分 上下 然後你就可以把筆縮小 之後你就可以 畫一下 那你大概想要 你大概想像的 它陰影 大概會 分布在 什麼地方 嗯,不用太多 嗯,也 看你 看個人 你想要 它看起來 比較立體感的話 你就可以 增加一點 陰影 嗯,神戶 神戶 比較喜歡 簡單一點 所以 神戶的 通常不會 加太多 花俏的 變化在 圖片裡面 嗯,對 就差不多 像這樣 然後 可以再把筆縮小 然後呢 畫 手部 這個細節的 陰影 嗯 嗯 差不多 就像這樣 不要太多 不要太多 到位就好 然後呢 可以把它調到紅一點的地方 可以偏粉 然後之後拉上來 然後呢 這個,這個顏色 我們就可以把它拿來助女孩子的腮紅 大概就在這裡 點幾下 然後之後你就可以用水彩 水彩筆 把它模糊掉 看起來就會像那種 腮紅的樣子 然後呢 如果想要表現出 它眼睛 鋪到有一點 紅紅 種種的樣子的話 你可以在 眼睫毛下面的地方 加一點 紅紅的陰影 這樣子 會讓它看起來 有那種 炫然 力氣 力氣的感覺 然後在嘴巴這個部分 你也可以加一點 紅紅的 就當作像它的陰影一樣 嘴巴沒有 我覺得 嘴巴 只要在裡面 塗 稍微一點點的 陰影 暗面就好 不用 我覺得這個 看人 對 這樣子大概就好 如果是神護的話 因為神護 通常強調的不是嘴巴 所以神護覺得嘴巴 這樣子就好 看 這樣子人就 人的臉 大概就這樣子 就完成了 有點好帥 然後 接下來是 頭髮 然後就先把 頭髮的塗上開起來 然後 就是 頭髮我們還沒有 把 透明度勾起來 如果沒有 再沒有夠選不透明度的 情況下 你看 如果我們想要幫他 加一點 深一點顏色的話 我們就會直接 塗到下一面的一個塗層 如果 點了保護 之後 我們就會 我們就塗不到了 這樣子可以保護你的畫 也可以 可以 節省時間 嗯 然後 嗯 又也這個 頭髮的小缺點就是 他沒有 頭髮 與頭髮之間的線條 就是 比較 沒有 就少了一點點的層次感 不過 我知道大家畫頭髮都很辛苦 因為頭髮真的超級難畫的 所以 只要 多練 就可以畫好 很好的圖 嗯 然後 嗯 神護的習慣是 在這個地方 我們會把它加亮一點 可以顯 可以透出 角色 膚質 大概是這樣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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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用 水彩筆 把它 暈開 然後 你可以在 其他地方 加一點顏色 因為 頭髮 雖然都是黑色 可是在陽光 照射下 照射下 頭髮的 光澤會依 你在的地方 或是你身旁有什麼東西 而有一點點些微的變化 那我們就想像 他是在室外 然後旁邊可能會有樹啊 什麼之類的 所以我們可以在 頭髮 邊邊 調一點 有陽光的地方啦 可以調一點 比較柔和一點 顏色 像橘色啊 之類的 就看看 像這樣 或是在 在陰陰 比較黑的地方 加點藍色 或是你也可以在後方 加點紫色 之後 它全部暈開 像這樣 就差不多了 你也可以在 頭頂的部分 像光照的地方 你也可以再加一點顏色啊 就 看起來會 讓他頭髮 比較有 光澤 嗯 然後 然後 你就可以開始來做一點點陰影 陰影的話 你可以再開個圖層 然後呢 這裡有一個 剪貼圖層 萌版 這個剪下去的話 你之後 你上色的東西 它就會 延續著 你下面 這個頭髮的 塗層 它就會 連接 就是連接在一起 你就可以不用 塗到其他的地方 你就還是可以在 頭髮這個 塗層上面 做畫 但你不會影響到 你下面 原本 這個頭髮 塗層的顏色 就是你看我們在這裡 畫上的其他顏色 但我覺得太稠了 我們還是可以擦掉 但你不會影響到 下面的頭髮 因為我們兩個是在 不同的塗層 嗯 可以改成正片疊底 嗯 正片疊底 它會把原本的顏色 再加深 就是原本你看 這個顏色很淺 可是因為 它是用正片疊底 就是可以製造出 陰影的感覺 所以呢 它會 拿錯了 拿成橡皮擦 笑容一跳 它就會變深 像這樣 那我們就可以 開始來 做一點陰影的部分 陰影也不用太多 就你只要在 大概 大概 像背後這種地方 通常都會有陰影 然後 在這裡 不用 不用怕那個 陰影加太多 會很醜之類的 有陰影的地方 就是要加 所以你可以大面積的 大面積的 把陰影加上去 絕對不會有人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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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加那麼多啊 這樣子不好看啦 絕對不會有人這麼說 這樣子說的人 就 不要理他 不要怕會加陰影讓圖片變 讓你的圖片變醜 如果 懂得在 適當的角度 或方向 加陰影的話 可以增加你圖片的美觀度 嗯 差不多 就像這種小 就是小地方 然後 就可以讓它感覺有 彎曲的樣子 也可以增加一點柔軟度 像帽子這個地方 因為帽子壓下來總會有一點陰影 所以我們也可以在帽子這個地方 加一點些微的陰影 這樣子可以 就是表現出它有在我們的頭髮上面 然後 其他地方 就 不用太多 到位就好 差不多 差不多 像這個樣子 然後這個時候呢 你可以選用 保護不透明度 保護不透明度 就像我之前說的 它可以保護 你剛剛所畫的範圍 然後不被其他的顏色 就是你怎麼擦怎麼弄 它都不會不見 然後我們就可以調其他顏色 然後讓它的陰影有點變化 可以加一點 加深一點的藍色好了 就可以拿筆 在上面畫一下 在這裡啊 這裡 可以加一點紅色 在這種地方 這裡 然後我們就可以用水彩筆 它模糊掉 比較不會那麼明顯 只是 要帶出它感覺有陰影也有變化的樣子而已 所以 不要上太多顏色 一些些就好 像這樣 一影就完成囉 有感覺嗎 好 那如果你想要再讓它的頭髮感覺更有光澤 你也可以做一點亮點 我們還是一樣 新增一個塗層之後 再把它的塗層 剪貼塗層萌版 之後我們呢 可以改成 發光 發光 發光就是它看起來 就是會有亮亮的感覺 就是 就是把原本的顏色提亮 然後就可以在這裡 加一點 小小的 不用太明顯的 小光澤 好 差不多就像這樣 這樣看起來是不是就會比較 讓頭髮看起來有光澤一點的呢 好 下一個 然後如果你覺得你的頭髮這樣子就好 之後應該也不會再改的話 你就可以 按你的塗層 然後這裡有一個合併 向下合併 它就會往下合併你的塗層 可以這樣按 這樣子你的塗層就會跟你剛剛畫的那個頭髮的塗層合在一起囉 然後之後你看 你用橡皮下擦它就會被你 你剛剛畫的那些就會被你擦掉 但我們不要擦掉 因為 好不容易畫好怎麼可以擦掉呢 之後 我們下一個來教衣服 衣服的話 就 就跟剛剛 幾個講的一樣 然後 我們首先還是要 保護不透 保護不透明度 然後 在 衣服上面 加一點 亮面 你可以用黃色 在 你覺得它應該是被太陽照到的地方 稍微 打一下 顏色啊 然後 你可以再用水彩筆把它模糊掉 不模糊也可以 你可以留下那個筆的痕跡 看起來 會有很 有筆觸的感覺 這樣子也是不錯的 不過 那個 我覺得 需要很長很長時間的磨練 才可以 弄到 就是有筆觸 也很好看 因為神戶現在還沒有 練到那種程度 所以 神戶都要模糊 模糊 爬糊掉 這樣子看起來比較能看一點 好 那我們 也可以 在暗面做一點 顏色的差別 差別 差別 然後 可以在這裡 喔 跳掉了 加一點顏色 就是 其他不同的顏色 不過 盡量 同色系的 就 加在一起 就幾個禁忌的顏色 就是 綠色 跟藍色 就是 或紫色這種 混在一起的話 有時候會讓畫面變得不太好看 有些就是那種顏色 就要多注意一點 好了 那我們現在就可以來開始加英語 那我們一樣還是新增圖層 之後再剪貼圖層蒙版之後 它改成正片疊底 然後我們就可以開始 對我們想要加陰影的地方 畫出我們要的陰影 陰影也是看個人 你想要加哪就加哪 好像太深了 這樣子應該可以吧 就這樣 就看你想加哪裡 因為這個上面 這個應該 就是 禮子 所以 我們可以讓它 跟衣服 有點隔開 這樣子會有一點厚度 還有立體感 然後 衣服這個地方 我們可以在 皺褶部分 假設這裡是背光面的話 我們就可以這樣子畫下來 然後不用怕 就直接這樣 就直接畫下來就好了 其他地方也是 就是 最近 應該是 應該是 應該是快開學的時候吧 嗯 就 像大家聽見神戶的聲音 就是 聽起來應該沒有很老吧 所以就是 聽聲音應該也知道 神戶還是個學生 所以神戶最近 也要開始上學了 所以 這種 教學影片的 次數 可能就會 降低一點 以後可能就是 會突破成 或者這樣比較多 或許 神戶 神戶的妹妹之後 也會跟神戶一起拍影片 不過 當然不可能帶著她 做 教學影片 應該是玩遊戲吧 嗯 差不多 差不多就是這個樣子 不知道如果大家 看了這麼多遊戲 會不會覺得無聊 所以神戶一直很擔心 如果自己拍了遊戲影片的話 大家就會對我們這個團 沒有什麼興趣 想說怎麼都是拍 拍遊戲 沒有什麼特別的 就會不想看我們的實況 所以就是神戶一直很 不太敢去實況遊戲 加上自己本來也滿小啦 這是最大的 最大的因素之一 嗯 那麼衣服差不多也是這個樣子 看一下 這樣看起來應該就會有一點 有陰影的感覺吧 然後之後我們也可以在 保護不透明度 然後也在陰影的部分 加一點變化 加一點些微的變化 然後把它磨不掉 雖然就是沒有仔細看的話 是看不出來它會有什麼 顏色的變化 不過 只要大家知道你有用心的話 畫面就會自然帶給你一些感動 那我們就可以把它合進去 然後我們的 啊 忘記 忘記 忘記還有帽子 帽子 帽子 嗯 嗯 啊 保護 忘記把保護關掉 那 帽子這個地方 就可以大面積的直接這樣滑下來 因為帽子 比較 不像衣服一樣 它沒有皺摺的這種 需要考慮的地方 所以 它就是可以大面積的用下來 大概像這樣 然後 然後 嗯 帽子上的陰影 就 看你的光 怎麼跑 你就跟它 然後 用油氣筒把它 填起來這樣可以省時間 也可以保護你的 筆 然後再用 保護 然後讓它 可以 跟前面那些亮光面 可以融合一點 嗯 這裡可以加 太深太深太深 加一點深的 這樣子就看起來 會有 亮面跟暗面的區別 看 這樣子 就會 較有立體感 之後就可以合併 齁 快加完了快加完了 剩下123的 啊啊啊啊啊 那 我們 接下來就來教 我們的 這個 卷軸 跟 這一條 流書 該怎麼上色 也是一樣 還是我們還是要先 保護不透明度 之後 你可以在他們上面 加一點 相近的顏色 像橘色啊 或紅色 這都是跟黃色 比較相近的顏色 也可以加個明黃 或是亮一點的黃色 讓它看起來 有色光面的感覺 這樣子看起來就是 比較會有球狀的立體感 這樣子模糊一點 模糊一下就好了 那之後我們就可以用 清真塗層 剪貼圖層蒙版 之後我們還是用正片疊底 來做陰影的部分 也是一樣 大就是大面積大面積的去做 不用怕說 或是不好看 全部也都是這樣子做的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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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神之兽的地方就可以順著它的線條來加一點陰影 如果你想讓它有特別彎曲的地方的話就可以這樣做起來 然後它就會有向下彎曲的樣子 然後也可以加一點小弧度 這樣會讓線條看起來會比較軟 然後這樣子我們在後面這幾條線加一點大幅的 較大幅一點的陰影的話就可以把前面這一條圖出來 就看起來比較像它在前面其他在後面一樣 所以我們可以再用保護 在其他就是連接亮面的地方這樣看起來 它就是會比較層次 差不多就是這樣 然後也在線這裡加一點陰影 好了差不多就是這樣 之後可以把它向下合併 這樣子我們的配件也完成囉 再來我們就來交衣領 衣領因為有兩種顏色有白跟藍 所以我們先來交白 然後還是一樣我們就保護這個 我們就不要說囉 之後可以加一點 配合其他衣服的顏色 就或陽光的顏色我們就先用黃色來加 大概像這樣 加黃色會讓整張圖片看起來比較溫暖的感覺 如果加太多的話會顯得有點 會讓畫面看起來有點髒髒的 所以要盡量適量不要用太多 然後這樣就好 然後在黑深一點的地方就可以加一點其他的顏色 這樣看起來就會有立體的樣子 之後我們就先開藍色 然後也是保護不透明度 然後我們也是做一樣 跟黃色部分一樣的事 有些人會問我配色這種東西到底要怎麼配彩號 但就是很不好意思這個神戶就是沒辦法回答你 因為這種就是要靠 算是平感覺吧 就是你覺得這樣配起來好看的話 你就可以這樣配 之後呢 兩個你的基本顏色都上好之後 你就可以把藍色跟白色合併 這樣他們現在目前都是在同一個圖層上面 之後你就可以開再開個圖層 就用點點點朦朦 圖層朦版 然後之後你給我可以開正片疊底 這樣子你就可以直接在他們同樣 就是在同一個圖層上 然後幫他們兩個上音樂 就不用太麻煩 或者是一個很怕麻煩的人 或是一個很怕麻煩的人 你都還是一樣 在你想要加的地方加一 這樣拿這樣不太好 然後你也可以縮小然後加深一點 放大 像這種藍色跟白色交界的地方 就可以加一點 像這樣子 這樣子就是會讓他們有厚度的感覺 不知道這樣子好不好看 然後桶子在這裡的話 你也可以加一點音音 差不多就像這樣 好那我們就合併 那我們就剩最後倒數第二個 眼淚的部分的話 就是太大 保護 然後之後我們就可以在裡面做一點 一點點的小變化 因為眼淚 通常比較不會有人注意 我們就可以加一點音樂 這上面 然後我們可以在裡面加亮 它的亮點 看不太得出來 沒關係 因為這就是 就讓它比較看起來有晶瑩剔圖的樣子 然後 那眼淚就也是這樣囉 就這樣子就交好了 皮膚的話 最後我們可以在 臉部這個地方加兩個白點 就是會讓它感覺就是它的臉頰 有一點鼓起來的感覺 好了 好了 那 那 好 那 人物的部分 就大概像這樣 可是如果你覺得 你頭髮這個 這裡很亮 但你的線條太黑的話 你也可以按線稿 然後保護不透明度 然後你也可以調 不亮一點的黃色 然後用筆 在上面刷一下 這樣它就會變得比較亮囉 差不多就像這樣 好了 好 那我們就先來教背景 背景的話 我們先來看一下 優野的圖片 優野的圖片呢 它的背景有很多種顏色 不過 大家可以看一下 綠色跟紫色 如果加起來的話 就會 看起來會有一點可怕的顏色 如果 像平常在畫畫的話 盡量可以不要讓 綠色加到紫色 或是像旁邊這樣 綠色或橙色 綠色就是 綠色 就是 綠色單一 比較好看 它碰到其他顏色的話 很容易髒掉 所以我們在這裡 我們就先把 綠色調成白色 然後 我們可以上一點 亮一點的顏色 像是橘色 這個叫橘色嗎 然後就可以 看自己想要加什麼 就 亂加亂加 不過同色系 盡量 都跟同色系 這樣子 畫面看起來 才不會 髒掉 因為如果 你畫面髒掉的話 這樣子 你原本畫的好看的人 就白費了 這樣子也會很可惜 大家一定都會希望自己的圖片好看一點 之後我們就可以用模糊 然後調 調大一點 這樣子把它浮起來 這樣子 背景看起來就比較不會 太突兀 之後如果你想要讓 整個圖片看起來有陽光照射的感覺的話 就可以在最上層開一個 再開一個圖層 然後開發光 然後呢 用白色 稍微在上面 這個地方 加一下之後 比較模糊 把它 磨掉的話 看起來就 比較 就是 會有亮光的感覺 這樣你也可以幫你 人物的陰影跟亮面做一個 更好的處理 好囉 那麼 我今天的實況 就先到這裡結束囉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可以在下面點個喜歡 或是訂閱 如果想要知道我們 團更多訊息的話 可以按下面的魔力優格 這樣子你就可以看到我們更多的影片囉 如果你想要知道神戶更多會話訊息的話 你可以上神戶的臉書 神戶有辦一個專頁 你可以去看看 我會把我有畫的圖片都放在那邊 就可以看到囉 好了 那麼今天 就先這樣囉 掰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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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